这个案例应该说是我们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 自干风险 就第一款规定这种自干风险的 最典型的案例 完全符合这些条文当中 所讲的这个内容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是问题活动 损害是由其他参加者造成的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 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处外 虽然是你是守门员 这个你受到了 因为射门的时候你受到了损害 这是体育运动当中的意外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守门员反过来 又去把这个射门的人给自伤 那就有故意了 或者有重大过失 一般过失都不要 都不承担责任 那么自干风险 它原本上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是解决组织者的责任 那么这个组织者的责任 我们现在没有在这里头 直接这样规定 而是在第二款当中规定的 它采用的是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说实用本法第1198条 至第1201条的规定 那么这里提到了四个条文 第一个条文讲的是 违法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 后边三个条文呢 就是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的责任的规定 那就说你是这个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娱活动的组织者 那你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要保障这个活动的安全 那么你要违反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当然你要承担责任 那么学校也有这样的责任 那我们比方说 你去组织蹦极 那你当然要保障这个 蹦极的时候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不能够造成损害 你没有进到这样的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损害的 那你不承担责任吗 当然要承担责任 所以让人家去蹦极 蹦极的时候 那个绳索断了 造成蹦极的人受到损害 那你当然是有过失 不仅是一般的过失 而且是重大过失 那组织者当然要承担责任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这一部分呢 就是自干风险的责任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免责事由 要符合条件 那么我们这个第一款当中说的 是其他参加者造成受害人受害 那么第二款讲的是组织者的责任 什么情况下承担责任 什么情况下是免除责任的 那么这次是组织者的责任 我可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责任